安禄山,这个名字你听过吧,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唐朝的叛军领袖,篡围犯上,最后导致了安史之乱,但你以为我现在在洗白他?错了,今天你看到的这个安禄山,和你在历史课本上学到的完全不同,很多关于他的一面,经过历史的筛选早就被我们忽略了。 安禄山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?他的出身,动机,甚至他在叛乱中的决定,背后又有哪些真实的故事?公元703年正月初一,在突厥部落中,一个注定不平凡的生命降生了,他就是安禄山,一个出身卑微的混血。 第二,母亲是突厥族乌师,父亲身份成迷。年幼丧父的安禄山,在突厥部落中长大,学会了六国语言。凭借着语言优势和过人的交际能力,他从一名普通的牙郎做起,逐渐获得了唐朝官员的赏识。 742年,安禄山获得平卢节度使职位,开启了他的权力之路。短短几年内,他又相继获得泛阳。 河东两地节度使职位,手握二十多万大军,成为唐朝北方最有实力的军事统帅。 安禄山的成长经历充满传奇色彩,他的母亲作为部落巫师。 精通占卜之术,从小就教导他要善于观察人心。 在突厥部落中,年幼的安禄山经常被其他孩童欺凌。 这段经历让他养成了极强的心理防御机制和过人的诚服。 他不仅学会了六国语言,还深安各民族的风俗习惯。 这让他在后来的从军生涯中如鱼得水。 作为亚郎时期,他曾多次在边境贸易中充当翻译。 凭借着对各族语言和文化的了解,他不仅完成任务,更善于在交易中左右风源。 为自己积累了第一桶金。 这期间,他还结识了不少胡商和唐朝边疆。 当他成为平卢节度时候,立即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。 他改革军制,创立杂种营将各族精锐战士混编,即充分发挥了各族战士的特长。 又巧妙化解了民族矛盾。 这支特殊的军队后来成为他最得力的武装力量。 安禄山在朝堂上的崛起并非偶然。 他明白权力游戏的规则,懂得如何在各方势力之间周旋。 他讨好唐玄宗与杨贵妃亲近,结交李林福,打压太子李亨。 在这场复杂的政治博弈中,安禄山展现出了惊人的政治智慧。 他善于利用自己的胡人身份在边疆地区笼络各族势力。 同时又在朝廷中扮演着忠诚臣子的角色。 在朝廷中,安禄山展现出了惊人的政治手段。 他每次入京都会带来大量珍贵礼物。 不仅讨好唐玄宗,更懂得将礼物分送给朝中重臣。 他特别善于揣摩人心对每个重要人物都会投其所好。 比如知道杨贵妃喜欢异域珍品,便常常献上胡帝奇珍。 了解唐玄宗最新道术就装扮成道士,与其谈论修炼之道。 他还刻意让自己看起来粗鲁莽撞,让唐玄宗觉得这样的人不会耍心机。 因此更加信任他。 在军事上,他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调度,将心腹安插在各个重要岗位。 同时又不动声色地削弱其他节度史的力量。 他还善于利用朝廷各派系之间的矛盾。 在李林府和杨国中之间周旋,既不得罪任何一方,又能从中于利。 天保十一载,李林府的去世让安禄山失去了重要的政治靠山。 朝中以杨国中为首的势力开始对他虎视眈眈。 面对日益严军的政治形势,安禄山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了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。 他开始在泛阳秘密囤积军需物资,培养亲信武将为即将到来的大事做准备。 在这个关键时期,安禄山采取了一系列秘密行动。 他派出大量商队以做生意为名,实则在各地收购军用物资。 他还在泛阳城外修建了数个隐蔽的地下仓库,专门存储粮草资重。 同时,他暗中派人打探朝廷虚实收买各地首将,建立情报网络。 在军队建设方面,他重点培养了史思明、安庆旭等一批骁勇善战的将领,并对军队进行了严格的训练。 为了麻痹朝廷,他还特意在这期间上表勤劳,声称身患重病,让朝廷放松警惕。 更精妙的是,他利用自己节度史的身份,调动军队时总以防御外敌为名,实则是在为起兵做准备。 在民间,他也没有忘记经营关系大量救济灾民,阵际饥荒,在百姓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。 天保十四载,安禄山终于在泛阳举起了反旗。 他以清军策,讨阳国中为名,率领精锐部队向南推进。 叛军势如破竹,很快就攻占了洛阳并自封为雄武皇帝。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叛乱,唐朝的军事防御体系显得不堪一计。 叛军的成功并非偶然,而是建立在周密的战略部署之上。 安禄山早在起兵前就派出精锐起兵,装扮成商队,暗中勘察沿途地形,绘制详细地图。 他更巧妙地利用了唐朝军防体系的漏洞,在进军途中收编了大量守军。 叛军采用闪电战术,主力部队昼夜兼程避开重镇,专攻要害。 在进攻战略上,安禄山采取了分禁合计的战术,排除多支部队同时推进,让唐军疲于奔命。 他还善于利用心理战术,在占领区采取怀柔政策,承诺减免赋税,笼络民心。 更令人惊讶的是,他在后勤补给方面展现出非凡才能,建立了完整的粮草转运体系,保证了军队补给不断。 在攻占洛阳后,他还仿召唐朝建立起了完整的政权架构,任命文武百官,显示出了不俗的治理能力。 757年,已经功成名就的安禄山却迎来了最为悲惨的结局。 他被自己最信任的儿子安清旭背叛,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被心腹太监李珠儿杀害,死后被草草掩埋。 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萧雄,最终倒在了自己人的刀下。 安禄山的末年生活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,权力的巅峰反而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。 他开始变得多疑暴躁。 据记载,他常常整夜难眠,疑神疑鬼,甚至对最亲近的人也充满戒心。 身体上,他患上了严重的水肿并体重剧增,行动不便。 这种状况让他无法亲临前线,指挥军事行动的效率大大降低。 更糟的是,他开始沉迷享乐大兴土木,建造奢华宫殿。 这些举动严重消耗了军费,引起了将士们的不满。 在政治上,他也犯了致命的错误,过分宠信小人,疏远。 老陈,导致权力核心出现严重分化。 最讽刺的是,他一生最信任的儿子安晴旭,最终成为了他的死神。 这个可悲的结局,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成也萧和,败也萧和的古训。 安史之乱持续了整整八年,彻底改变了唐朝的政治格。 举于,大量北方人口难迁,导致中国南北方经济文化格局发生重大变化。 更有意思的是,在和硕地区,安禄山被当地胡人封为圣人。 他的慈庙香火不断成为了一个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。 这场叛乱的影响远超想象,它不仅改变了唐朝的政治军事体系, 更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。 在经济领域,两税法的推行就是对之前租庸调职的重大改革。 这直接改变了唐朝的财政基础。 在军事上,藩镇割据局面形成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幅削弱, 文化层面的影响更为深远。 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带来了文化的融合与碰撞, 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,也改变了中国文化的重心。 在民族关系方面,这场叛乱后, 唐朝对外族的政策变得更为谨慎, 也直接影响了后世中国的民族政策。 更有学者认为,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 它标志着唐朝由胜转衰, 也预示着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大变革。 历史没有对错, 安禄山既是叛臣又是英雄, 既是乱世枭雄又是时代悲剧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 一个王朝的兴衰, 从来都不是某个人或某件事能够决定的, 而是各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